9月3号 宇航员小鹿迪拜到北京 刘青鹿2023个展在北京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开幕 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 澳大利亚前任驻华大使瑞杰瑞 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馆馆长胡介豹 执行馆长吴红 刘青鹿恩师五名钟爱人刘嘉景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尹少淳 艺术家沈静东 林春妍 陈希 阿探的艺术推广人范范 刘青鹿家人及其首师大校友与收藏家等 出席了展览开幕仪式 本次展览是刘青鹿迄今为止首个大型展览 也是艺术家旅居国外后的首次国内各展 此次宇航员小鹿迪拜到北京 以宇航员圈层秩序 剧情沉默物等多个系列展示 展览共展出177件作品 涵盖其近年的代表性绘画与雕塑创作 以不同媒介回作了刘青鹿不同时期的思想轨迹与创作风格 一层主要是我小时候的一些懵懂的表情 大家可以去一层看 很好玩 小孩子可以看 二层其实是我进入社会 是我对社会的一个观察 比如圈层秩序 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独立的规则 所以是我初中到去国外之前的这段经历 让我观察整个社会的具体的变化 三层是这次主要展览的最重要的代表性 是过去 过去就是我要寻找到我内心里的 我能想象到的我的关于整个艺术路径的由来 他首先是他的生活里融进了他的故乡 他故乡的一脉深情 然后他又在学习的过程中 融入了其他老师的一些思想和方法 然后他跟他的生活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样一来才有他自己的一些 这种结晶 这种作品的产生 他的作品风格比较鲜明 年纪不大 但小小年纪就能够找到自己的风格和形式 而且不在这个形式中间不断地去扩展 不断地去变化 作品从一个符号开始发展起来的 但是他的能力能够把这个符号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宣明 越来越有内容 我看了他每个楼层的这样的一个展品 那看了他最新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作品 还是非常惊喜的 就是我们去三楼看到这些作品 会发现比如说整个题材非常的灰红 另外的话承载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其实非常的厚重深沉 那也有一些这种 比如说伤感呀 悲剧的 这样的一些情绪的这样的一些带入 做一个三十来岁一个小孩 能把我们拐一二三层 整个这个空间都能撑起来 而且这里面也有很多巨富的作品 所以也就说明了这个艺术家未来是前途不可限量 这也是我们选择他来做这些个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他是善于把这个一些具象的东西转化成符号的 然后他把这个符号再放大 然后复制 他在这个宇航员这个符号体系里边 建立的是一个很坚固的 这种宇航员形象的这么一个符号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强势的一种语言 我觉得这个当代艺术就是说他自己的个人那个爆发力 这批作品我觉得就是更成熟 比他之前在这个工作室画的那批起文那个系列更成熟一些 然后整体面貌呢 也更当代一些 而且还和潮流有一定的链接 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宇航员和小鹿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之后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据悉 本次展览将展至9月23日